各位老师好 师兄师姐大家晚上好 去年我和我二姐 二姐夫和三姐一起参加了长生学 第23届初中级班的课程 我二姐向来是个体弱多病的人 她有哮喘 糖尿 脚无力走动 和失眠症等等问题 上了长生学 她积极静坐 并以姐夫相互调整 以往深夜十二点多都难以入眠 常常只能睡短短的两三个小时 看着天花板一觉到天亮 搞到各天疲惫不堪 如今这好眠一觉到天亮 曾经也花了几千元 做两回治疗治疗的手术 都无法断根 如今 糖尿 哮喘 脚无力 等等的问题 这些毛病 都有了显著的改善 她一觉到天亮 各天的精神 好了很多 生活 犹如黑暗中 找到了曙光 人生开始有了色彩 所以 她们夫妻俩对于长生学 可说是信心满满 家里凡是任何可以调整的 她都用长生学去调整 她调饮用水 让水变得甘甜好喝 她调很少开花的水鲜花 结果十个月里 竟开了五次 而且同时开了四五朵 非常好看 她很开心了 更有趣的是 昂贵的新音响系统坏了 不能播放 也在她们的调整之下 竟也奇迹般地活了起来 她高兴地和我分享 对于这些 我们姐妹都很高兴 尤其是对于她 康复的健康 都为她庆幸 当然 对于为老师 传授下来的长生学 我们是非常的感恩 至于我三姐 她告诉我 她和我弟弟发烧生病 她也是自调和静坐 也用长生学 帮我弟弟调整 这省去了 看医生花钱的麻烦 也是不要而喻了 至于我本身 就如之前说过的 开刀的位置 放着耳机 有着激烈疼痛的好转反应 不过医生和护士们都说 我的情况将较于别的病人 我的病况进展得很好 值得庆幸 有时我觉得喉咙开始发疼 手指割伤 我只是稍加调整 也是不要而喻 所以真庆幸大家有这部分 学的这么好功夫 不但能够自助 又能够借此行善助人 难得在这疫情期间 我们能用长生学 积极静坐和调整 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以预防疾病 正是感恩长生学 感恩魏老师 也感恩师兄师姐们的爱心双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